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6月24日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首先是美国的新闻 华盛顿特区东北部一条洲际公路上的人行天桥 在昨天中午忽然倒塌,造成车辆损毁,多人受伤 现场仍在处理中 今日凌晨,迈阿密郊外发生一起高楼倒塌事件 目前已知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而且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 昨天,洛杉矶法院举行听证会 知名歌手小甜甜·布莱尼 以视讯向法官控诉父亲对他13年来乱用监管权 现在申请解除监管 昨日,华盛顿特区一座横跨295号洲际公路的人行天桥 在中午12点半左右忽然倒塌,造成6人受伤 其中4人被紧急送往医院 2人在现场接受治疗 部分坍塌的桥梁压在一辆卡车上,造成卡车漏油 当局已派出危险品处理小组,控制了燃料泄漏 当局表示,至少还有一辆车被桥梁碎片击中 目前还未确知这座桥梁坍塌的原因 调查人员推测,可能是由于一辆卡车载货高度过高 撞到人行天桥导致桥体松动所引起 但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这起坍塌事件阻断了公路南向和北向车道的交通 直到现在才恢复通行 今天凌晨,迈阿密郊外,一栋建于1981年的12层海滨公寓楼突然部分倒塌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已从大楼内救出35名住户 另外,从废墟中救出两人,已经送至医院 但其中一人已正式死亡 有51人下落不明 由于一场强烈风暴正在逼近该地区 目前搜救行动已经暂停 该公寓楼倒塌事故已引起白宫的关注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正在与事发当地的官员联系 以提供需要的帮助 知名流行乐手小甜甜布兰尼 昨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 在关于其监管权的法庭听证会上 控诉父亲杰米斯比尔斯对他的压榨和禁锢 要求法官剥夺父亲的监管权 今年39岁的布兰尼年少成名 2008年出现精神崩溃症状后 布兰尼的父亲杰米斯比尔斯申请到监管权 管束他的事业和生活安排 布兰尼在听证会上向法官陈述 父亲的滥用监管权造成13年来 对他经济上的剥削和肉体上的压迫行为 自2019年起 具有粉丝为布兰尼在网络上发起解救布兰尼行动 认为他受到父亲长期压榨与精神虐待 在昨日听证会结束后 法官将进行搜证并判决 是否完全终止布兰尼父亲的监管权 昨日台湾外交部长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独家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台湾不断升级的军事恫吓表明 台湾需要做准备 好应付一场可能的军事冲突 本月15日 中共28架军机 侵入台湾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 及台湾东南海空域 这是今年4月12日 25架中共军机扰台后 创下单日入侵台湾空域架次最多的一次 昨日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接受CNN独家采访时表示 当中国政府说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 并且不断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时 作为台湾的决策者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必须要做好面对军事冲突的准备 吴钊燮表示 台湾人民希望保持现状 也将为此而努力 这个现状包括台湾不愿意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或统治 并且呼吁中国领导人 一起努力促成持久的和平共存 吴钊燮曾被中国当局视为顽固的台独分子 并且威胁要严惩 吴钊燮则则表示 他并不担心此一威胁 与此同时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将军 在昨天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中国希望在未来六年内 有统一台湾的能力 但尚没有意图在一两年之内攻占台湾 米利将军还重申了早先的评估 一四级 中国目前缺乏对台湾进行军事接管的能力 这种袭击可能导致美国军队的直接介入 以色列新冠疫苗接种率很高 本月确诊与死亡人数也大幅下降 然而 该国近日却受到Delta病毒的威胁 确诊病例再次上升 一所中学近日更爆发多人的群聚感染 以色列全国疫苗接种率近六成 然而据报道 日前 以色列北部一所中学 至少有44名师生 确诊印度新冠变种病毒 其中还有已完成疫苗接种的教师 当地官员表示 源头有可能是海外归国的民众 自6月初以来 以色列确诊的352宗病例中 境外移入者就有170名 对此 以色列卫生部已下令严格执行机场检疫 至于要出国的以色列人 未经特别许可 不得前往阿根廷 俄罗斯 印度 南非 墨西哥 和巴西 同时要签署一份宣誓书 声明绝不会前往疫情严重的国家 以色列在15日已经正式取消室内戴口罩规定 但因为发生学校群聚感染事件 现在卫生部下令 校园内必须戴上口罩 同时 为防止年幼者感染新冠病毒 卫生部在21日正式建议家长 带12到15岁的孩子去接种疫苗 专家也提醒 如果年轻族群没有普遍接种疫苗 将很难达成群体免疫 这就是今天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而今天呢 我们就要问一个小问题了 请您回答 那就是 昨日 哪一位名人 通告父亲的监管权 答案在下星期一 下午5点半之前回答的话 就有中奖的机会哦 明天我们也会公布 上期问题中的中奖者 请记得关注 也欢迎点赞和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